1月24日 陆宣布2月5日降准两码是4.4兆活水旧经济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上涨一点 成交量仅有2651亿 外资群买超19亿 回补期货空单964口 目前外资群手上期货空单流仓仅有483口 今天台积电下跌1元 收在627元 外资群买超8450张 现在很明显就是散户一直把手上的台积电到货给外资群 使得外资群一直买超台积电 股价一直无法上涨 外资群在台积电开出好的第四季财报 极好的2024年展望时 大买了11万张 因为是开盘就跳空大涨 所以外资群普遍买到的成本都不低 平均就是在622元 近三个交易日买到的成本大概也是在626元 外资群会把手上的期货空单都撤掉 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想要再去拉抬台积电 指数100%就要上涨 如果外资群手上的期货空单太多 那拉抬台积电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外资群近四个交易日买到的台积电 一点都占不到便宜 毕竟很多散户在2021年买在600元以上 如果最近卖掉 他们是能赚三年的股息加上一点点的差价 差不多就是三年的股息约33元 加上20元的差价 三年下来可以赚53元 大概就是赚8.74% 平均一年能赚2.91% 对散户来说就是解套就要卖 解套可以报永远 这一次外资群能不能把散户再骗进去 这就很难说 毕竟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外资群每一次的布局 也不一定是100%能赚钱的 他们做了一个布局后 还是要看散户的反应 外资群如果想要在台积电成功 至少要把台股拉到2万点 这样才能让买在600多元的散户都解套 然后让新的散户进来追价 也就是说 外资群想要在台积电成功 除了把空单全部都要回补外 之后还要再放一些期货多单 这样在拉抬台积电的过程中 期货多单是能赚钱的 为什么说外资群要成功指数要涨到2万点 道理也很好动 因为至少就是要让台积电涨到700元 涨超过之前680元 这样套牢的人才会全部解套 要让台积电涨到700元以上 至少要涨个一两千点 当台积电涨到700元 其他的大型全职股自然也会受到激励的上涨 所以指数一定就是要2万点 如果外资群是认为未来Fed降息 资金会回到股市中 要不这么大的局 这也算是很有勇气的 这没有拿个几千亿进台积电 是不可能成功的 外资群这一次进到台积电大局的布局 算是很勇敢 今天又有出现一个庞氏骗局的新闻 说保证每年12% 还是一些高科技的工程师上当 刚好也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公司 也就是台积电 大家不要以为台积电工程师或员工都很精明 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工作专业上很厉害 在投资的世界中仅是小白兔 之前新闻爆成这样了 如P2P FTX 奥峰金融 RMB等 这些也是号称每年稳赚8%到12% 当这些庞氏骗局爆了后 一些就会去说怎么会有人这么笨 但这种事还是层出不穷 这就和股市投机一样 有的人是真的不懂 觉得投机能发大财 有的就是要进去赌 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 很多不可思议的诈骗案 其实都是能分成几类人 一是主谋 这种人并不一定是赚最多的 单纯就是策划了这一场骗局 而是共犯 这些人明知是骗局 但他们觉得自己入局的早 所以可以去割别人的韭菜 当事情爆发后 还能在那装受害者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种庞氏骗局的运行模式 一开始你投钱进来 会把钱拿去当利息支付给之前的人 主谋可能空手套白狼 进来第一波先收了一千万 每年配一百二十万出去 这时主谋拿到了八百八十万 如果这个庞氏骗局变大 第二年来到两千万 后面进来的一千万 是要拿出一百二十万给前一批的人 如果时间十年没有报 那一开始进来的人 已经拿回来一千两百万 他在报之前再赎回一千万 这样等于就是赚了一千两百万 大家发现了吗 很多共犯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觉得自己是早期进去的 只要在报之前抽身 他就能赚到钱 这是不是和一般的投机股原理很像呢 大家都知道第二股市投机 从股价一元涨到78元 但过程中就是有人抽身卖掉 真的就是赚到钱 后面十元进来买的 三十元进来买的 也在五十元及七十元卖掉 这些人就是属于赢家 也就是这一场炒作的赢家 很多投机股及这种庞氏骗局中 是存在很多这种人的 当美德一报了后 每一个人都觉得主谋是林妈妈 但不一定是林妈妈赚到最多钱 P2P FTX 奥峰金融 RMB这种庞氏骗局之所以会成功 而且演变成这么大 就是有这些共犯 这种感觉就像是以前的跟会 一开始某一个人起了会 一千万的会 一人一百万 结果到了第六期到会了 大家都去找起会的那一个人 这样对吗 当然不对 原理是这样的 一开始起会的人拿到一千万 十个人一人付一百万 如果第一期结束就到会 那每一个人就是赔一百万 起会的人赚走了九百万 但到了第二期后 第二个人也拿到了一千万 第一期拿到的把拿到的一千万拿一百万出来 剩赚八百万 剩下八个人拿出两百万 到了第六期到会 其实前是被前五期的人赚走 但每一个都仅会去找起头的那个人 但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标到的人 他们其实也赚到了钱 所以剩下五个人的损失 其实是被前面五个标到的人拿走 如果你家人有被盗会 你想一下这原理 你就可以去找那些标到但还没有跑的人 因为他们也赚走你的钱 但他们却像没事一样 这也是为啥庞氏骗局能成 所以你要设计一个庞氏骗局 你就推一个人投出来 自己假装是受害者 但其实也是赚很多的 这种很简单的道理 很多人都没有搞懂 当你听懂我上面说的后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种庞氏骗局会一直出现 这就像投机骨一样 死了一档又一档 你不要以为每一个进到投机骨中的都是脑残 他们其实有一些就是混在里面打算要割别人韭菜 只是之后不小心自己成了被割的那个人 1. 陆宣布2月5日降准两码是4.4兆活水旧经济 2. 台积电前工程师庞氏骗局吸金同僚 3. 网友想要在短线投拜别人会做的功课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9.45亿 投信卖超台股21.7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5.04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7.28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964口 期货留仓空单483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多单729口 今天台股成交2657.421 上涨1.24点 涨幅0.01% 收在17875.83点 电子下跌2.05点 跌幅0.22% 收在909.07点 金融上涨4.44点 涨幅0.27% 收在1673.19点 今天外资群及主力一样持续的把尾创锁定在114.5到118元 均价大概就是116元 大摩 小摩 瑞银 美林 富邦等主力及外资群 今天一样就是在那边一买及一卖的把股价锁在115元左右 之前我们追踪过他们的成本 就是在102.5到103元 外资群及主力已经顺利的把股价锁定在116元 现在就要看散户够不够傻了 这是外资群及主力惯用的手法 现在低档买一大堆的股票 接着把股价锚定在高档整理 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如果散户够聪明 那外资群及主力就少赚一点 从116元向下杀到110元就会由散户进来接 如果散户比较傻 就能在116元 甚至是以上把股票卖给散户 这和之前三大法人玩法有一点点不同 之前是玩一个大波段 也就是在30元左右买了几十万张 然后把股价拉一个大波段 现在伪创股价在102元 不可能向上拉到300元 所以就玩一个小波段 就是从102.5到116元的小波段 第一天在上涨前就买一大堆了 第二天单纯就是一买一卖 根本就没有大买股价就涨了8.88% 接下来三个交易日一样 是在那自买自卖自爽的把股价锚定在115元 现在就看散户怎么接招了 如果外资群在红海这样玩 一定就是会失败的 毕竟红海中的投资者相对理性 换到伪创就不好说了 大家可以持续地观察这一场战谁会胜利 有一些散户常常在那说别的股票比较会涨 以伪创这一波来说 外资群集主力在102.5到103元买了8.6万张 一买一卖成交易 这一定就是散户卖的 接着花三天在那自买自卖自爽 散户也买不回来 也没有卖出 外资群集主力的成本就在102.5到103元 卖掉的散户就会在那悔恨 然后慢慢地中矛定效应 也许伪创跌回到109元时 这些散户就回去买了 这样的话外资群就赢了 反正每天我就花一小段时间 让大家看一下这些所谓到别党标股能赚好多的实境 大家就来验证一下到底是外资群 主力赢还是小散户胜 今天红海成交13280张 下跌0.5元 外资群买超1101张 投信卖超258张 自营商卖超16张 三大法人买超827张 红海的成交量又出现这种极度夸张的小 今天这种成交量股价也没啥意义 今天整天股价都成交在平盘 三分之二的成交量成交在平盘 三分之一的成交量成交在跌0.5元 这么小的成交量下 永峰哥又买1900张 卖1900张 要不是有佛心的外资群愿意送钱给永峰哥 不然这种成交量永峰哥哪能赢钱 大家会发觉一件有趣的事 每天外资群几乎都是赔几十万 有时赔一两百万 原因就是外资群偏空 不想要让红海股价上涨 就算手上卖到没多少股票了 还是要每天早盘卖一些 然后尾盘买回来 不然就是在上面挡一些大单 不小心废吃掉后就尾盘买回来 如果真的买不回来 就去借券当真的卖出 外资群在红海中想要玩一些短线策略难度比较高 又不想在没有好的营收及毛利率出现时就认输 目前外资群想法就是一般聪明的玩法 外资群就是偏空玩 现在红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营收 好毛利率及好获利 外资群自然就不会认输 等到今年三月中 五月中红海第四季财报及第一季财报出来 如果因为AI伺服器让毛利率及获利大增 那时外资群再认输就好了 现在就是在那玩买来卖去 外资群是不相信散户自我心里面不会崩溃 大家常常看到一般讨论区有一些散户在那崩溃 说自己不玩了 要卖出了 这样的情况很好 反正这种人就没有中长线价值投资的觉悟 常常喜欢看到一些会涨的个股在那为难自己 以上面伪创来说 三大法人在102.5到103元买到8万6千张 然后把股价拉高十几% 接着把股价锁定在区间整理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买到的股票 一定就是散户卖的 那会涨的股票观散户屁事 三大法人拉起来后 就是为了赚差价 就看伪创中散户程度如何了 大部分的散户在伪创中 现在就是以102.5元卖股票给三大法人 现在在那院添油人 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在102.5元卖了后 股价就涨到115元 然后一直在114到118元整理 重点是股价还很强势 所以很弱的散户不论遇到怎样的情况 他们都是能在那院添油人的 新闻说 陆宣布2月5日降准两码 是4.4兆活水旧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 大陆央行 行长潘公盛24日宣布 人行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人民币1兆元 约和新台币4.43兆元 和将于明天下调支农资小债贷款 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 并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大陆国新办24日召开记者会 游人行行长潘公盛 副行长 大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欣 副行长宣昌能 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潘公盛说 当前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的空间 大陆将平衡好短期和长期 稳增长和防风险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他接着预告 人民银行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人民币1兆元 明天将下调支农资小债贷款 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 并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另就媒体关注物价数据 潘公盛说 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 大陆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没有通胀和通缩问题 2021年 2022年CPI涨幅分别是0.9%和2% 他说 人民银行将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以示把维护价格稳定 推动价格温和回升 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要坚守货币政策目标 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二是优化金融资源头向 三是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日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倡议建立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但陆港股连日不振 在经济复苏力道不如预期下 外媒彭博社等报道曾重提 中共中央正考虑推出一系列工具就是 包括设立规模达人民币2兆元的 股市凭准基金等 A大回答 中国去年降息了两次 每一次都是降一马 中国人民银行 央行 9月14 宣布 15日起调降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随后发文称 降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支持作用 金融市场信心增强 这是继3月27日后 中国第二次全面降准 同样是调降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预计释放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 约新台币2.2兆元 本次调降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 通常升息就是经济太热 降息就是可能经济有衰退的现象 央行透过升息及降息的手段去调整经济的走势 这和Fed升息及降息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一次中国一口气降息两码 就是向市场投入更多的资金 当市场的资金越充足时 经济就有可能被拉起来 目前美国的经济还很强势 在升息到5.25%到5.5%情况下 美国经济还是表现很好 所以Fed常常就在那放烟幕但说要降息 但还没有真的降 中国则是因为美中对抗 被美国一直制裁 造成制造业一直外逃到印度 越南 墨西哥 美国 台湾 印尼等国家 加上中国打击房地产 让房地产不再泡沫 不然以中国的情况来说 平均一个人都好几套房了 每一个人都会去炒房 觉得炒房稳赚 这就和台湾现在很像 只是台湾政府没有那个胆量去出重拳打房事 不过中国在把泡沫刺破后 也会开始去救经济 我说过 钱就是劳动抵用券 中国有14亿人口 需求就在那 如果经济不好 每一个人就是待在家没事干喊穷 如果经济好 每个人就都很忙得一直在工作赚钱 政府升息及降息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调整这现象 不要让经济超级好 每个人都忙得要死 赚了一堆钱 当然也不能让一些人每天待在家无所事事 中国透过降息的手段去提升经济 通常降息就经济一定是会有相当的成效的 大家可以观察中国使出降息就经济 是否会让外资群回头买鸿海 如果会 代表外资群担心中国经济很差 觉得鸿海在中国经营会有困难 如果不会 代表外资群单纯就是因为股票被买走了 现在在那玩花样几手段 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散户 说中国经济很差 鸿海禁止107元的资产都是那些房地产 厂房 现在已经跌得很惨了 然后在那说了一大堆 看到这种人我就想在他的头上贴个弱字 这种是不是资产负债表一摊开 10秒就能有答案了吗 鸿海固定资产才3882亿 现金约当现金有1.2兆 这些固定资产包括 土地 厂房 机器 设备 商誉 无形资产 你在那鸿海的净值都是房地产 到底是有多弱啊 新闻说 前工程师庞氏骗局西金同僚 台积电动员法务邦提告 MB诈骗案出现翻版 台积电一名灵性工程师离职后成立不动产公司 宣称除了本业之外 还放款给中小企业赚取高额利息 并以年息12%当诱饵 陆续招揽4000人投资 其中不罚台积电前同事 西金超过65亿元 但嫌犯并未把钱拿去放款 而是用来买豪宅 名车 金品包 首法与MB诈骗案如出一彻 去年嫌犯因无力支付利息 遭被害人提告 检警调上个月发动搜索 将零收押 台积电也打算请法务部门协助受害员工打官司 替他们讨回公道 检调接获大批民众报案后发现 竹贤林一仙等人创立强盛不动产公司 宣称可以放贷给中小企业 民众可以用5万元为单位投资 年利率高达12% 并且保证获利 吸引大批投资人投入血汗钱 没想到却是庞氏骗局 资金在去年12月一戏崩盘 投资人无法再获利 这个吸金集团的范形因而曝光 值得一提的是 有被害人向本刊爆料 竹贤林一仙曾担任 护国神山台积电工程师 但发现与其想赚大钱的梦想不符 于是挺而走险 创立诈骗集团 利用它在台积电内的人脉 吸收同事合伙或担任旗下业务 并继续向台积电员工吸金 不少人投入数十或上百万元 还拉亲友加入 及金额庞大 甚至惊动台积电主管阶层 打算帮受害者们请法务部门协助 严理提告 此外 还有详胜公司的基层业务向本刊指出 员工虽号称有高薪资与分红 但必须依职务级别 再投入10%至80%的资金 以维持公司固定获利 对基层或新人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剥削 现在出了事 还要他们自己面对投资人 但严格来说 基层业务员真的不是加害人 而是受害者 A大回答 每次发生这种诈骗的事件时 就会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会参与这类庞氏骗局的有几种人 也就是共犯 这类人知道是庞氏骗局 但就是抱着自己是比较早才参加的成员 所以趁一两年后就能开始割别人韭菜 当事件爆了后 因为主谋不是他们 这时还能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这就和一些散户进去投机股炒作一样 他们知道该当股票是炒作 他们觉得自己进去的早 可以跟着主力一起去割散户韭菜 这类人真的还不少 大家看股市中医大堆投机客就知道了 我就不信大部分的人不懂公司有没有价值 他们就是懂 不过就是抱着要割别人韭菜的心理 就进去参与了这一场投机游戏 还有一类人真的就是愚蠢 他们不知道一年报酬率12%是有多难 这种人没有任何的投资及理财的概念 如果你有理财的知识 你就会知道钱放活存才0.6% 又会活存才1.3%到2% 而且还会有限额 勒不起就是5万 10万 30万之类的 当你把钱拿去定存 金额可以100万 500万 1000万 5000万 1亿 但利率勒不起就仅有1.6% 之前有人喜欢买台币保单 不过现在台币保单利率很烂 就算一次性缴的 未满三年还会赔钱 满四年平均财和定存差不多 满五年财比定存好一点点 现在台币保单几乎就是很难卖 现在稍微有人买的美元保单 号称有3.2%到3.9% 不过利率越高 代表美元越强 现在买美元就是1比31.3元之类的 未来财降息 你美元保单的利率也会跟着 从3.2%到3.9%降到2.5% 而且那时美元对台币 可能就是1比28元左右 当你得到比较高的利率时 有可能会产生汇率的风险 如果想要买债券 目前可能有3.5%到5%左右的利率 不过债券价格是会下跌的 所以利率只要高过定存1.6%的水准后 基本上都会有价格获汇率的风险 这也才仅是到3.5%到5% 距离一年12%还差得老远 有人和你说一年12%没有风险 那就是说给鬼听的 接下来看一下股票 我说过 股市一年能赚5%到10% 仅会配出4%到5% 有一些公司因为不会把所有的获利配出来 所以净值会越来越高 只要公司获利能力不变 那获利会随着净值越来越高 如果股东权益报酬是10% 净值50元可以赚5元 因为公司赚的没有全数配出 所以随着时间越久 净值会越高 当净值来到100元时 股东权益报酬如果不变的话 那一年就能赚10元 所以复利才有可能产生一年12% 15% 甚至是20%的报酬 我就拿我投资鸿海的例子来说 2019年布局了半年 买在半年限的78元 到了2021年 2022年时 鸿海一年赚10元 等于就是报酬率12.8% 鸿海这种报酬率比Mb还要夸张的高 结果被一堆散户看衰 这些散户宁愿去相信Mb或是一个台积电钱工程师 我是不信投资人怎么了 鸿海做的产品是人类需要的手机 电脑 笔电 游戏机 电视机 连接器 路由戏 伺服器 电动车等 产品就是摆在你面前 客户就是全世界一流的大厂 如苹果 惠普 载尔 Nokia Sony Sisco 辉达等 有一些人会觉得理财 投资就只有小赚及大赚 其实你在啥都不懂的情况下 只有小赔及大赔 一般正派的投资本来就是小赚 要演变成大赚只有两种情况 也就是用时间复利 也就是当初你买50元 一年赚5元 10年后净值变100元 一年才赚10元 当初你50元买到的 本来是一年赚10% 20年后就变一年赚20% 这类就是靠复利的威力 只要你选到的公司是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时间越久 你的报酬率就会越大 另一种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股价大涨 市场忽然在封你买的公司 愿意开一倍 三倍 五倍的价格向你买 最终股价来到未来20年 30年的获利都被拿走的情况 这时你就能赚大钱 不过赚大钱这种事 你不能要求市场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给你 毕竟别人没有义务让你赚到大钱 你一直要去要求别人花很高的价格向你买 那是不切实际的 频道网友说 今晚问了我一个很要好的国中同学才知道 他投资150万拿回54万剩96万 最坏就是打水漂了 他也是主闲的五专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有五六个在主闲不动产公司做业务 其中一个业务因为初期太好赚 把呆了八年台积工作给辞了 我同学跟其中一个同班同学的下限 但我同学投资没拉下限 不然他第一个就会来找我 但我跟他说你找我没有用 我也是没钱还欠银行很多钱 都在鸿海 他说他本来以为今年六月可以全身而退 并且可以赚近70万 后来因为发生之前事件很多会员怕了而抽离资金 造成公司现金流出问题 他说他业务同学给他利息是18% 比新闻写的12%还高 最后他也说初期投资这个 他也知道高报酬带来高风险 也有最坏打算就是150万打水漂 一般讨论区网友分享 在交易这条路上 阅读书籍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游戏规则 如果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 要踏入这个人吃人的投机世界 至少需要透过阅读来了解游戏规则 股票是什么 怎么交割扣款 期货是什么 保证经交易结算日怎么看 这些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可以透过很多基本介绍的书来了解 你必须知道投机世界的运作规则后 才可以开始交易 第二阶段 工具书 这一阶段会开始分成两个流派 基本面派 也就是所谓价值投资派 以及技术分析派 通常叫做投机派 聪严是技术分析派 以这流派的工具书来说 就是介绍例如军线 KD RSI 格式八法 倒是K线 形态学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技术指标 这一阶段必须注意 这里并不是学越多越厉害 投机的世界并不是当你熟悉所有指标后 你就会战无不胜 这阶段目的是透过阅读 找出适合自己个性 习惯 时间的一种方式 然后再去往这一条路线钻研调试 投机并不是武侠世界 即使你同时学会九阳神功 九阴真经 泰玄神功 降龙十八掌 你也不会直接变成武林盟主 很多技术派的投机者会卡在这里 明示方向 第三阶段 心理战 这一阶段的阅读书籍 是在找寻共鸣 当你有一定的操作经历后 透过阅读 你会发现书里写的很多过程 你都经历过 这时候就可以检讨反省 以及设定问题的改善方式 进而去强化你走的那一条路线 另外很多交易心理学的书 会解析告诉你 为什么在那些时候 你会犯下特定的错误 我们都是人 交易很多时候 是必须违反人的天性 因此透过心理学 可以明白为何犯错 进而去改善及避免 这次我推荐几本第三阶段的书 1. 交易的艺术 2. 按黑操盘手的告白 3. 投机者的扑克 4. 幽灵的礼物 5. 超股的智慧 6. 赚够了就跑 7. 从堂以上操作 交易心理学 8. 心理学博士的深度交易课 A大回答 上面这位网友 就是以短线投机为目标 上面参考书籍 就是以交易及心理面 两方面下手 这和我平常说的 投机八要素 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法人心理面 散户心理面 自我心理面 纪律 资金配置等差不多 想要在短线打败别人 那你就需要有更充足的知识 一开始这位网友说 要了解规则 而是就找工具书 3. 就心理面 一般短线想要赚到钱 你至少是要懂这些 股市知识及尝试的 接下来就是懂归动 但你在短线实际 和别人对战时 是否能有纪律 是否能有抗压性 是不是能活用这些技巧 这就会决定 你是不是短线赢家的要素 很多散户常常在那怨天游人 怪东怪西 如果你想要短线赚走别人的钱 你该做的就是利用别人的弱点 或是缺陷去赚走他们的钱 而不是像一个输家一样 在那张嘴就是抱怨 大家常常会看到 一般讨论区中 有一些鲁蛇在那怪别人 这些人注定就是输家 他只会把自己的失败 怪罪到别人的身上 也不去想想 别人没有任何义务 为他的人生负责 这种巨因能价值投资 赚到合理报酬 那已经是祖上积德了 所以认清自己的能力到哪 然后去做相对应的事 这也是一种智慧 我常常听到 一般不自己做功课 然后又想要快速赚大钱的人 这种人不要说 是快速赚大钱了 想要赚钱难度都很高 昨天及前天我介绍了投资最重要的适合安全编辑 这类书是偏价值投资的 今天这位网友说的方法 仅是投机能赚钱的其中之一 投机之所以难 是因为学完投机的知识后 你还需要有纪律及抗压性的去实践 你每天都要做无数次的决策 只要你学得不够精 在做很多决策后 你就会显露出你的程度不好 正所谓差之好理事之千里 一开始的小错误 到后面就会演变成大错误 如果你选择价值投资的话 只需要做一次决策 而且可以透过时间化解风险 道理很好动 假设你判断一家公司值100元 一年赚10元 你花了110元进去买 结果股价一直在100元 你这10元的失误 会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被弥补回来 公司一年赚10元 配出5元 两年你就拿到10元的股息了 两年后净值从110元涨到120元 股价很难在100元 所以价值投资再做一次的决策 只要不要错得太夸张 基本上都能透过时间去化解风险 前一阵子中国传出多种呼吸道疾病 结果市场一些投机客就开始炒作美德医 那时我就和大家说过 之前COVID-19是全球性的 那时因为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事件 所以大部分的政府 医院 人民都没有口罩 而且商家也没有制造过这么大量口罩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拥有口罩机的公司 当然可以很赚一波 中国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口罩已经供过于求 每一家公司都有口罩机 而且也都很有经验 很多医院 政府及一般人家中 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口罩库存 所以我就说不可能像2020年那一波上涨 单纯就是一个题材 这就是你对一个事件的判断能力 如果你不信邪 时间也才两三个月过去而已 股价又跌到7.49元 了不起最多股价就是涨到10元 这时有人说从5元多涨到10元 这样也涨了一倍 但一买一卖成交易 成交量就是平均5000张 一张5000元 只要几个有几千万的主力就能把股价炒起来了 你想要在过程中赚到大钱 那也是很难 如果你仅买一张 别人懒得理你 给你买在5元 卖在10元 了不起就是赚5000 给你买到10张 充其量就是赚5万 当你买到100张 1000张 主力就变成你了 这时你就要想办法去拉高股价或是去炒股价了 所以这种小股票 低市值的公司 只要少数几个人就会炒起来 然后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多久股价就被打回原形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 看要爱 拿助理人乐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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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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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